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快放寒假了 桃园市的国中小老师们 为了要提供学生多元创新且充实的寒假生活 因此精心设计了兼具校本课程 及实施议题的创意寒假作业 借此落实108课纲的教育理念 培养学生自发互动 共好的精神 您还记得小时候的寒假作业 做了些什么吗 桃园市的国中小老师 为了提供学生多元创新 且充实的寒假生活 因此精心设计兼具校本课程 以及实施议题的创意寒假作业 期望要让学生在假期中快乐学习 我们桃园市的教育是多元发展 在寒假作业也透过孩子们 跟老师的设计 有很多不同的呈现的方式 小时候我的寒假作业就是参考书 然后一直写毛笔字 那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不要像我以前那么悲惨 每次要教寒假作业就写到哭 我觉得今年的寒假作业设计 非常的多元 也希望孩子们过一个好年 活泼的好年 房子车子或乘务都可以写进去 建得国小的学生 仔细地讲解自己的家族宝典 另外一旁还有三封国小学生 以带着娃娃去旅行为主题 所精心制作的旅游看板 而这些充满创意的寒假作业 不仅让学生更认识自己的家庭 同时也加深与社区的连结 家族宝典 他们里面有家族式西标 和家人的私房菜 家族姓氏的由来和迁移那些等等 做这个活动 家人会和家人的感情更好 以前的传统 环架作业都是 就是只是那种 没有像这种环架作业 有一种生利其境的感觉 像这种环架作业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出发 然后自己去实践去做 本身算是那种很喜欢 待在家里的人 然后如果这次的走读 就是可以让我去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108克刚以素养导向为教育理念 而随着寒假即将到来 桃园市内的国中小老师与学生 透过把寒假作业结合 各校的区域环境与人文特色 并在寒假期间走出校园体验生活 借此培养学生自发互动 共好的精神 记者文中军团报道 再带你来看桃园市竹围国中 为了要落实108克刚的教育理念 从去年开始就陆续购入了 雷射雕刻机 3D练运机 裁艺机等设备 并在今年1月正式启用创客教室 让学生发挥创意 有更多元的发展空间 走进桃园市的竹围国中 学生们正在专心的制作各式各样的作品 这里是组维国中全新打造的创客教室 组维国中透过规划实作区与资讯区 不仅激发他们的无限创意 同时也在制作的过程中 体验到不一样的国中生活 就平常就是生活中就是 比如说自己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创意 然后加上自己的想法 然后在这堂课就能 就是它会依照就是你想 弄你自己的方法怎么做 然后你就可以 弄你自己的方法去呈现你要的作品 可以把自己想做的东西就 自己操作自己做出来 要很有收获 我在这堂课学到就是关于3D列印 还有很多一般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一开始对国中就是可能来学校上课 然后上课 这玩课考会考读高 就上高中这样 没想到国中会有这种的课程 桃圆市组维国中为了落实108克纲的教育理念 因此特别赤之150万 从去年开始陆续购入雷射雕刻机 3D列印机 才艺机等设备 并于今年1月正式启用 希望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并藉由实际手作展现多元能力 让我们从去年开始陆陆续续 就有一些公文的来访 还有经费的争取 到现在终于能够验收完成 让小朋友来使用 那这一次呢 所有的经费大约花了150万左右 那这150万左右的经费 确实让我们学生 让我们这些孩子呢 获益良多 那本校呢 希望孩子能够做中学 学中做 能够让他们呢 上课更加有动机 上课更加有精神 然后也认真的学习 新课刚上路 强调的是学生的素养导向 诸位国中透过建制创科教室 不仅要让学生了解 做中学 学中做的精神 同时校方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创科理念 并结合各领域课程 借此让学生能有更多元的发展空间 记者网络军谈不到 目前设在巴德的桃园市儿童美术馆 以儿童绘本为馆藏发展重点 更特别新增了艺术图书专区 让空间转化为一个适合各年龄层的 综合图书空间 期待能让民众在舒适的环境中 汲取艺文养分 为在巴德区的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 经常会办理各项展览 但是您知道吗 其实六楼是作为图书区 不仅如此 广方更在去年六月设置艺术图书专区 让民众在舒适的环境中汲取艺文养分 为了储备未来 我们将在青浦开幕的美术馆里面的藏书 我们特别在广风新天地的六楼 也就是现在儿童美术馆所在的地方 批建了一个艺术专业图书区 过去儿童美术馆馆长以儿童绘本居多 但是自从艺术图书专区设立以后 原有的图书区也从儿童取向 转化为适合各年龄层 并提供各式各样珍贵的艺术专业书籍 打造舒适的阅读空间 在这里有很多的中外文的艺术专区 然后也有一些展览的专辑 艺术家的图录 他的生平专辑等等 希望民众可以来到这边 一起来透过阅读来欣赏艺术 了解艺术 来到儿童美术馆不再只是看展览 也可以到六楼的图书区 阅览相关艺文书籍 不过也提醒民众艺术专区的书籍珍贵 只开放馆内阅览 美术馆逐步搜集艺文图书 希望让桃圆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 记者有加于桃圆报道 接下来要等你来看桃圆一家饭店业者 与在地小农合作 推出了破壁糙米便当 不仅帮助小农行销 也打破一般人对糙米的刻板印象 糙米香米白米具有高鲜高营养的好处 但是糙米的口感粗糙 难咬也难吸收 以至于许多人虽然想顾健康 但是不喜欢吃糙米 桃圆一家饭店业者就与在地小农合作 推出破壁糙米便当 破壁糙米口感较Q有弹性 也很好消化 消费者都说超好吃 因为平常吃糙米 其实说真的 它的口感其实基本上都不是很优 所以吃了就觉得 就是会觉得胃肠的 就会感觉可能会肚肚 那其实这个破米之后的这个饭 它就真的有那个白米的口感 而且它吃起来真的弹性很好 我今天吃完这个便当 我觉得这个份量对我来说是刚好的 然后吃完也不觉得脏 然后我觉得吃饭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吃完不觉得脏的话 这样子这样心情也会比较好 心情也会比较好 然后今天的这个菜色 我觉得吃起来跟这个饭这样子搭配是蛮不错 业者长期协助在地小农发展 这次推出的破壁糙米便当 不只营养价值高 连配菜跟主食都是特别配过的 除了要推广小农的有机糙米 也要颠覆一般人对糙米的刻板印象 让大家能够颠覆以往 对于糙米的那种既定的刻板印象 就是很硬然后不好咬不好消化 所以小朋友也不爱吃 那它这个破壁糙米经过破壁之后呢 它其实很简单原理它是把那个米中间 切把那个壁切开 你吃起来的话你有格外的这个香气 然后你的口感很Q 包括冷掉都是Q的都是好吃的 然后淡淡的米香 除了便当民众也可以到旧城区的 博爱文创商店购买有机糙米 也可以现场进行破壁处理 但提醒大家破壁后只有三天的活性 一定要尽速使用完毕 买回家如果在文创破完毕之后 你回家你不用洗哦 你不用洗 你直接拿 你只要把那个米放到照比例 跟它先泡个半个小时以后再拿来煮就可以了 那比例就是1比1.5 业者首创的破壁糙米便当 除了电话预定之外 也会上架到外送与团购平台 希望透过多元产品行销提升小农的曝光率 也让有机的好滋味被更多人知道 记者赖尾一桃源报道 为了让公园的景观可以更漂亮 八德区新轮里特别进行3D彩绘 有里内的志工协助打底上色 专业团队负责绘画海洋生物 象征社区间的包容 营造友善环境 还记得之前拍过的车组猫头鹰彩绘吗 虽然视觉上面已经有改善 但是新人里长检育方还是有许多的构想 觉得整体环境可以更棒 因此便请师议员呂林小凤帮忙 请来专业团队进行空间彩绘 志工还有水寻的伙伴 还有请专业的指导老师一起指导 当初我们是把圆锥画一些 我们水环境寻手队的一些logo 那这一次呢我们请小工议员帮忙协助他用议员款呢 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3D彩绘 那刘里长他也很用心 他帮我们规划了一只章鱼鱼 还有一个白鲨 还有一个熬蟹 而这次的3D彩绘可是具有很大特色 除了请大中理里长刘明勋协助绘画 刚开始的地面打底也是由所有的志工协助上色 由于当地的新住宅很多 因此3D彩绘的海洋生物也象征彼此间的包容 营造友善环境 因为在巴德的这个区域 有很多的新住民跟新移民 那大海是百纳河川的 虽然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海里面才有的 那么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小小的河川里面呢 把这个大海纳河川的这个思维 融入下去 随着时代变迁社区营造越来越重要 而公园内原本就已经有猫头鹰的彩绘 如今又多了超多的海洋生物出现在公园内 欢迎民众有机会可以到公园来拍照 感受新人里的新意象 记者有家宇桃源报道 大西人每次需要公部门 跟我们的民间一起来努力 去重新去回复它历史的风貌 那么更需要的是 所有来到大西游客 一定要放慢你的脚步 然后让大家看到 不一样大西 深度的大西 我相信 您的旅游将是非常的丰盛 看到真正生活的大西 深度的大西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